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款萬用的清潔劑 就是檸檬酸 像平常家裡啊 廚房啊 廁所啊 這種水龍頭 電鍋這種水龍頭 金屬表面啊 其實久了會很容易因為氧化 然後 就有點像生鏽的東西 而且會很難清 其實你用 譬如說用菜刮布的話 這樣子 推啊推啊 刷啊刷啊 其實 表面上很容易會刮傷 那因為刮傷的時候 以後 反而會更容易生鏽啊 或髒 那我們今天要來使用這個清潔劑呢 就是這個 檸檬酸的話 它是比較偏向天藍 像有些品牌 可能還會強調食品級的 比較不像鹽酸 會產生一些毒氣 那個樣子 不像那種 鹽巴 那種結晶狀 那平常像一些 熱水器啊 熱水瓶啊 那我們如果煮水煮久了 水上面都會有一些水垢 我們台語俗稱的 雷袋 那雷袋的話就會很難清啊 那你總不能說像 如果是不鏽鋼的可能 你還可以拿菜刮骨 這樣 把它刷刷刷 可是如果是像一些 熱水瓶本身表面有一些 鍍層啊 它可能不是不鏽鋼的 那你這樣刷的話 就會把它 它表面的那一層塗層給它刷完 那如果今天用這個檸檬酸的話 這個事情就會變得更容易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啊 那我們這邊現在已經準備了一盆水 對齁 那這個水器是我剛剛已經先加了一些 少許的一些檸檬酸進去的 剛剛忘了拍起來 那這個加多少這個量呢 那你就是自己的情況齁 看你要加多少都可以 那你加的越多 它那個酸鹼度就更濃的話 就清洗的效果會更好 但是相對的你如果浸泡太久了 也容易就是過頭 那我們再把我們準備要清洗的水龍頭 給它放進去 就是浸泡 然後可能放一個晚上或到明天 我們再來看這個狀況 它表面它會慢慢的去清洗這個污垢 那旁邊這一支呢 這裡呢 有一支是我昨天已經先清洗過 那這一支原本也是有一點生鏽 那可能沒有像這一支這麼嚴重 那我浸泡了一整天 然後清洗下來之後 就回復了這個光亮 那因為我放了比較久 所以像下面這個地方 它太久了 它浸泡太久了 它把原本像這個 金屬表面可能有一些電鍍層 已經把那個整個電鍍層都清除掉了 所以它已經清洗得很乾淨 但是連同 因為浸泡太久 連同這個電鍍層都把它清洗掉了 所以其實也是不可以 浸泡太久 或者是你的濃度不要放得那麼濃 那清洗效果還不錯 你看整支都像新的一樣 那我們現在就 先給它浸泡一段時間 那晚一點再來看結果吧 已經經過兩小時 已經經過兩小時 我們來看一下清洗的效果 現在是什麼狀況 有一些那個 鏽已經清洗掉了 這是浸泡兩個小時的效果 那我們再多浸泡兩個小時看看 好 又經過三小時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鏽出得怎麼樣 現在這樣看的話 它的鏽已經被除得差不多了 我們再用刷子把它清洗一下 準備一支不要的牙刷 把它刷一下 看一下 那個鏽呢 已經可以說幾乎都被清洗掉了 當然因為它一開始的那個 鏽死實在太嚴重了 就是整個都黑了 它已經嚴重 就是 鏽死到就是 氧化到 它那個表面的那個 電鍍啊 都已經破壞了 所以你現在把那個鏽除掉之後 它那個電鍍層都已經被破壞了 都直接外露 所以沒辦法像 原本這樣子 那麼光亮 但是整個鏽就除掉了 像這個地方 螺絲紋這個地方 壓進去 這邊還要再 再浸泡一下 用其他個金屬 螺絲 光亮度 然後 那刷洗完之後呢 就 用清水把它 清洗一下 把那個表面的那個 檸檬酸去洗掉 然後再用乾鋪灑 一開始 那個整個黑黑的 差很多 它原本的那個 電鍍層都已經破壞了 一開始生鏽 就是太嚴重了 所以即便已經把那個鏽除掉了 它那個電鍍 光亮的那個樣子 已經沒辦法再恢復 不過看起來乾淨很多 舒服很多 我至少不是真的黑黑黑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同樣狀況跟需求的話 也可以買一包檸檬酸 我們來試試看 一般的賣場都買得很大 有大包的跟小包的 還有罐裝的 像這種大包補充包的話 100塊不到吧 我印象好像是買80塊 那種小包的可以買回來試試看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喔 掰掰